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节目中我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三位老师 三位教授 他们对这个事情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 在节目中也都和您见过 也非常受您的好评 那就是在台北的张林森 张老师 还有在上海的沈亿 沈老师 还有在武汉的楚建国 楚老师 各位朋友 现在我们就把三位老师请入我们的画面之中 三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是的 是的 今天这个题目 我想都是大家关心的题目 我们定的是这个谭岛 就是谭下山就是夏威夷的会议之后 我们想看一看中美关系它的前景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次的会议 有很多我个人觉得很突兀的地方 他的这个发表跟他的会议的过程 已经会议这个完了之后 各方面的表示好像都不是很清楚 都不是很明白 然后我就希望能够借重了今天我们的三位贵宾 来和我们谈谈您自己对于这件事情 是有什么样的解读 什么样的看法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中美关系往前走 继续走下去 这个事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从这一次的这个谭香山或者夏威夷的这个会议 结束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 这是我想探讨的一些方向 那么我们节目一向都有个惯例 所以说今天我就先把这个问题丢给张老师 台北的张老师 您是怎么样的来观察这个事情来看这个事情的 谢谢 我觉得这一次的中美谭香山的 这个两个外交巨头的会面了 其实原来我没想到有这个会面 所以他的出现我想一定是双方都觉得在当前的情势下 有这个需要让两位这个高层级的这个外交高手来谈一谈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和这两国的关系 其实是冰冻三尺 而且波及的层面非常的广 根本的不是蓬佩奥跟这个杨洁篪 他们两人碰个头就可以解决的 因为千头万事 所以我只能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中美关系不好 在不好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愿意由这个两位重量级人士来会谈 至少是表示说他们不希望中美关系失控 那在这个美国来说的话 因为他眼前比较急迫的事情 大概川普最急的就是他的连任的选举的问题 那么再来就是他的经济问题 因为经济问题搞不好连任之路就会受影响 至于疫情呢 他倒反而不是那么样的 我觉得他不是那么样挂在心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在美国来讲 最重要的他想要探知的就是说 中国会不会履行今年1月所签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因为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涉及到对中国向美国的大量采购 特别是农产品 那对几个州来说 都是川普的支持 所以农产品如果销得好的话 对川普的选情也是有帮助的 对我个人来看呢 我觉得这是他的重点 那么对大陆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现在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内部的问题很多 那疫情能不能够完全的被压下来 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小的小幅度的这种问题产生 那国内事情很多 周边的事情也很多 像中印的这个冲突 所以能够就是说 把美国这个安抚下来的话 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挺有意义的 但是我想双方面复会的心理准备 都是很充分的 因为我想会后你从这个北京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 或者你从这个美国的蓬佩奥回去之后 他的透露的讯息来看的话 好像这个重点是各自有所关切 那中国的关切的问题就是香港 台湾这个新疆的维稳的问题 你们美国不要这个指手画脚 多手干预 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 他好像重点 居然我刚刚说他并不介意疫情 可是蓬佩奥的讲话是说 你们疫情要交代清楚 你的透明度不够 你的资讯没有跟我们分享 总而言之还是一个甩锅 谢泽的一种说法 那其他点到的并不多 但是我觉得他们谈论的问题 应该是很多 应该是包含所有的战略性的问题 地域性的问题都会触及到 比如说朝鲜半岛的问题 比如说核武裁点的问题 美国就是想把中国拖下水 还有很多的国际政治上头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点都会谈到 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头老实讲 他们绝对谈不出任何的交集来 所以你看到会后的发言里头 双方面的发言都没有听见 他们谈任何的国际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会谈呢 套句外交处理来讲的话 如果会谈结束 大家跟你说这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会谈 双方都非常的坦证 交换意见 那表示说双方的几件是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没有办法有什么共识 唯一的共识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所以中国方面表示他会造单的理性 那么这个让美国呢 可以说是安了一个心 就我来看的话 大概目前是这样 上海的沈老师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谈几点观察吧 第一从会前的信息发布来看 双方都保持了极其的谨慎跟低调 没有像以往一样对这个东西 有一个前期的烘托 或者说是宣誓 或者说是表达一个将预期要达成的目标 第二呢 从这个会见的形式来看 安排在檀香山的这个军事基地里 没有安排记者 然后呢 谈判的时间 双方交流的时间非常长 非常长的交流时间以后 公布的这个结果呢 没有什么 并不是那种交集性的 基本上是各说各话 从这个谈的过程来看呢 我觉得 我倾向于把这个事情说成一个就是双方交换底牌的过程 就是说有些话关起门来 大家说开了 有些问题 就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去谈一谈 就比如说美方可能会问中国 你究竟有没有兴趣把第一阶段的协议给执行下去 中方可能会问美方 你现在整天在这边搞三搞四的搞这些事情 你究竟是真的要准备跟我打一仗 还是中美关系 你只要维持下去 你关心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 我猜他们可能是类似于这种层级的 这种对话 就是 就抛开那种程序和形式上的东西 就重大问题的核心关切 找一个安静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 你是说打开天窗说恋话吗 就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 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现在很明显有一点 就是说我个人有一个判断 从观察上来看 这轮中美关系的变化 不是中国在搞事情 是美国在搞事情 是美国突然间冲上来 把之前所有的规矩几乎全部都摧毁掉 然后来做了 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在那做事 刚才前面谈北的张教授讲 冰冻三尺非一只汉 我同意 但中美关系这个矛盾由来已久 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有很多 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尖锐的 现在这个中美关系 很明显是这届美国政府的 这些做法 把中美关系搞成这个样子的 中美关系当中 这些矛盾由来已久 但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路径方法 包括表达形式可以有很多 不一定非要搞到这么僵的 所以有的时候 人们看到这种表达形式之后 而这届政府的表达形式又特别贵 特别怪异 所以他可能需要将您说的 一个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机会 就是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也不跟外面讲 但是互相之间心里面要有个底 因为这个关系到研判的问题 那么从会后双方讲的内容来看 我觉得应该就是类似一种情况 就是中方把中方关切的问题 列了个单子 然后每个单子上面中方关切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是怎么看待的 然后我就跟你讲了一遍 美方的也有他的一个单子 而美方这个单子呢 我说实话 可能比中方的要短 为什么要短呢 这个可能就是刚才张教授讲的第二点 就这届美国政府很特别 包括您后面可能会讲到 就是布尔顿那本书出来了以后 包括之前很多信息 就是说Trump这个人 他当上总统之后 他的那个感兴趣的利益单子 其实是很短的 他甚至可能就是一两个核心的议题 比如说现在他就关心自己连任 我能不能选上 围绕我选上 我再去排美国和中国的那些利益 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是这样一种情况 他的核心单子可能就一两个选项 这种事情以前中国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没有遇到过 以前美国总统他哪怕关心自己连任 但好歹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个单子还是比较全的 双方可以去对个表 然后一一对应的去谈一些事 你看蓬佩奥这次在台湾了以后 美方发布的内容 就像刚才说的一个农产品协议 就第一阶段协议执行的问题 而且是摆出了一幅好像 美国人布置了一个作业 然后中国去执行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 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疫情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所谓这个可能人权方面有一些抗议 那个单子非常短 双方的这个文本都不匹配的 中方列的单子 从这个国内的这个核心关切 国家核心利益 周边安全问题 中美关系热点 他有一张单子 美方那边就三个要点 这个三个要点就围绕一个核心展开 川普连任之后 在连任竞选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一个我的成绩单 就给我这种感觉 当然我觉得在交谈的时候 双方应该还是对于对方的核心态度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 就通过这种交换底牌 无非是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就是 消除一些误解 我原来误会你了 那么双方可能消除误解以后达成共识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通过交换底牌 我没误解你 那就这样吧 那大家后面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觉得这次谈完以后的成果 给我感觉就是第二种结果 就大家说 那看来我对你也没什么误会 反正你就这样了 那么我们各自该干嘛干嘛 当然对于中美关系 就是对于希望中美关系 重新能够热络起来 就是在表现形式上 能够重新回到以往的这些人们来说 这当然是 就你别想了 你也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可能 当然显然中方这边的准备 就是说从前期的宣传来看 之所以我想保持低调 就是他充分预期到 有非常大的概率 就是弹出了这样一个 就没什么好说的这么个结果 所以你前期也不要掉门拉太高 反正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我觉得是这样的结果 楚老师您的看法 好的 两位老师讲得都挺好 我说以费钱 就是上一次 史先生采访的时候 问中美关系目前总的评判 十个人当中 有九个人说 是不但你往坏的方向 我也赞同这种说法 当然我也有两种判断 一种是好的判断 如果中美关系走在正常了 那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个 G2加X这么一个机制 如果说往坏的方向想的话 那就是一个非和平的方向了 这是比较危险的 当然现在你好的方向 不要这么想了 我跟赞同沈教授说的 是吧 这个事情是美国在搞 率先搞这些事情 搞这些事情 把事情搞得比较危险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第一度的目标 就是防止非和平的 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这次会谈呢 超出了很多人的日料 大家不要对他 抱过高的期望 但是呢 也要对他 去肯定的态度 这个态度呢 就说明什么呢 说你不管怎么着 中美双方都意识到 我们有会谈的必要 有会谈的必要 那么最后 别人有他 有首要的关切 刚才张教授也讲的 实际上你给他 排几个关切的话 最主要的 中国跟美国 一定不一样 美国还是关心 这个经济的贸易 他经济的变化呀 可能超出了日期 那么这个超出日期的 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肯定会影响他的大选 这个是他 我认为他的最主要的考量 你看沈教授说 他这个签单没多少 当然没多少 因为这次他 他谈这个会谈的目的的话呢 我想他也还 还是很在乎中国 有个反制的手段 中国假如也把事情 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的话 那他对他的选举 选情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排阁打 我们还可以更多的排阁打 他也有一点忌惮中国 这个把更坏的排给打出来 是吧 这个就是美方的首要的冠冲 是这个 中国的首要的冠冲呢 我还是前面有一个文章讲的 叫守住底线能经冠冲 但是这个底线呢 美国有点过了 我未来为什么发那么多文章 就是围绕台北法案的问题 台北法案确实是过了底线了 美方过了底线 不是说台湾 美方过了底线 那么后来又中国 因为我刚才中国大陆的 很多人的态度比较软弱 所以我发了一些文章 我不忍 这么远就这么没关系的 但是呢 发了文章 我觉得后来还 至少来说我们中国政府啊 在进一步加上的表现 我倒是觉得 走出了过去的 有一点那个 进退失去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比较稳住了 这个稳住了 也就是说我们底线守住 才是坚持斗争的这样一个方式 尤其是在港台的问题上 我觉得这个触手 都是比较强硬的 而且也不需要说什么太多的话 那么正是这样一种 强硬的态度和动作 我认为 至少还是让美方 意识了他的动作 如果往前再走一步 他的危险性在哪地方 所以我倒是认为 这个中国的这样一种 强硬的应对啊 这个对这个会谈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呢 我倒是不是完全赞同 就是说 这次会谈是一个 相互探底白的过程 就是我们跟他底白之前 在会谈之前 可能有大体的知晓 知晓了一些了 那么在这个会谈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我们 大体知晓了对方底白之后 我们谈一谈 谈一谈之后 我们就要防止事情 防最坏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止跌 止损 反正这个效果呢 我想可能 至少是部分的 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美方的 这种止跌的效果的话 在之前的520声明当中 就已经表现出来 520声明呢 跟过程相比 总体而言 是对中国很强硬的 但是我只关注 他当中对台湾问题的表示 我认为 他对台湾问题的表示 已经回到了 这个中美建交史的 三国联合公报的基础之上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不是那个 台北法案 那个系列法案的那个立场 哪怕他会 对台遵守的辩护 他的辩护的方式 或理据 也是来源于 三国联合公报的 中国跟中方的理由不一样 但是他依据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变化 所以呢 在这方面 我觉得在中国 中国坚决斗争的 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这种至少是说 防止和平啊 带来这个破碎的 这样一个直面呢 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从最第一的日期来讲 防止非和平的方向 这个会谈是起到了作用的 有良好的作用的 当然这次呢 不是一个谈判 当然我也部分赞同 沈教授说的 就是说 你知道 部分知道 有点地牌的情况下 在进一步的清晰 那你究竟想干什么 是吧 我们这个双方呢 我至少 所以七个小时的会谈 能够比较详细的了解 比较明确 比较详细的了解 你要什么 我要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这样的 当然呢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 做出那种 很清晰的评判 就是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 也不一定 未来还有很多 不确定的地方 这个不确定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也很难做出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品判 有好有坏 因为未来的变授 包括美国大选的变授 其他各种变授 也包括这次疫情 对经济的冲击 这就是个变授 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有那么大 是吧 就疫情本身 像我讲的 疫情本身呢 问题不大 你现在再怎么吵 疫情总是要过去 疫情的 围绕疫情的一些吵闹 那都是一些杂音 它掩盖了中美之间的 实质性的矛盾 是吧 我觉得中国 现在这个应对 我就起到了效果 我就起到了一个 止地的效果 我像以前一样 以战止战吧 只有强硬 才能到这和平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判断 这个会讨 也是我日期的一个结果 是我日期的一个结果 但是判断来得那么早 倒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在这些基础之上 如果往好的方向 发展来讲 像我在这边文章上讲的 中美以后的谈判 要一个综合性的谈判 一个综合性的框架 这是个起点 中方现在看来 我现在不是 他们谈贸易问题 我先把港台问题 什么其他的问题 现在我们中方 核心的关系的问题 先摆出来 贸易问题我们肯定要谈 是吧 我们在综合性的框架 下面来谈中美关系的问题 那么这样 着眼日长远 着眼日长远 有的一个专家 说现在一个机灵的机制 或者没有什么人 领导也不是一个坏事 其实我不这么看 就是未来的世界 如果真正的 要达成一个稳定的机制 和平的最大的保证 还是中美双方 要形成一个稳定的框架 这个框架 其实我所说的 基础要加X机制 其他的力量 不能忽视 一定要加进来 但是首先中美 只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关系 所以但这种稳定 发现是求不来的 中国过去 美方再怎么 怎么的搞事 搞中国的时候 中国总是 哎呀 中国关系很重要 是吧 我们不能帮他搞坏 有什么一万个理由之类的 现在我们有点变了 我们现在有 该斗争 坚持的斗争 在斗争的基础上 来求和平 求合作 是吧 我觉得这样一个会谈 我是一个好的角度 我觉得就说这么多 有关于这次的这个会议 在夏威夷的会谈 我在美国看到 美国一些保守的 这个参议员或者众议员 在美国的新闻节目上讲 说这个会议 基本上是中方提出来 要会面的 但是我在其他的新闻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有类似的 就是这种这种说法 倒是有些时候是美方提出来 希望会要会面的 两个问题 我想先请问张老师 第一个问题就是 谁提出来会面这件事情 重要还是不重要 第二件事情是 您所得到的消息 是哪方面提出来的 我的讯息的 这个看到的讯息 就是夏威夷讲的 就是说有的说是 中方主动要求会面 有的说是美国 但是我觉得 谁主动要求会面 其实是不很重要 你要看的是 不管谁主动要求会面 大家都想会面 这才是重要的 因为如果两方面 有一方面不想会面的话 那就 就是这个会 这个会就开不成了 所以我想两方面都了解 说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就长远来讲的话 当然中国大陆方面的思想说 就是就长远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的话 当然是希望合者双赢 所以他是往长远看的 当然短期是要应付的 那就美国来看的话 川普目前我觉得 我刚刚就讲了 我觉得他的短程目标 就是非常的清楚的 就是说你给我一句话 在我选选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一个助力 还是说你要变成一个主力 这个我觉得是 他要澄清的是这个东西 虽然他心里想 就是说大陆是会去执行 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是大陆也有很充分的理由 可以不完全去执行它 因为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里头 有这个不可抗力条款 那疫情的发生就是不可抗力 所以要不要执行这个 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那就是要看中国大陆怎么去解读 或者他认为怎么样去因应 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 鸿培奥去夏威夷 他主要的就是要敲定这一点 那至于其他的问题 我觉得与会前 他们大概都应该 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底牌 应该就是说让对方重述一次 来印证我对你的推断准不准确 所以不管是东方讲他关切的事 或者是美国讲他关切的事 其实都是对方预期之中的 所以注定的时候 这个相当高阶层的这样一个会谈 它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 而且你从会后的反应来看 这会才开完了 然后蓬佩奥到了丹麦去 参加这个会议 一个国际性的会议里头 他就从头到尾吧 都在骂中国 中国是流氓国家啦等等等等 然后中国逼着你们 要选天赞啦 不是我美国逼啊 中国要逼你啊 去选择美国啊 或者是中国 那我告诉你选择美国 中国的差别就是你选择暴政 跟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差别 你看蓬佩奥刚刚从台向上回来 好歹我们都给人家留点情面 但他还是这样批评 所以你就知道 至少川普如果他连任 这样的一个政策 他会继续走下去 那川普连任的机会高不高 目前来说看这个民调讲 说拜登已经超过了川普 但是我觉得川普在美国 有一群这个铁粉 他们就觉得美国今天的摔落 我今天早上才看了一段资讯 挺有意思的 他就访问一个民主党人 说你上次投谁 这次投谁 他说我上次投的希拉蕊 但是这次我可能要投川普 那天就问他为什么呢 川普说这么烂 你难道看不见吗 他说因为我相信 上帝派一个魔鬼来 可能就是要完成 牵食完成不了的任务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 是蛮值得回味的了 所以我觉得川普有可能连任 连任的话 其实他就是照目前的行事风格去做 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也简直不好 因为他讲个笑话 就是说这个小伯父说 我杀了谁 我把这个伊拉克海山干掉了 然后这个奥巴马说 我把宾拉登干掉了 那川普说 我把美国干掉了 这当然是笑话 但是其实他并不好笑 他事实上真的是在摧毁美国 因为现在美国的诚信 他的形象 他的这个领导地位 其实都动摇了 所以川普当选 我觉得是给中国挪一个空间出来吧 可以去填补这个权力真空 但是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中国可以遇到的一个对手 是一个比较可以预期的对手 他走的是套路 你们完全清清楚楚 所以呢 看起来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一个 可是其实是比较不容易对付的一个 因为他会包装他自己 因为他会重新恢复他的同盟关系 他会就是说用传统的他的那些理念 他的股市价值啊 他的外交手腕啊 掌握了中国大陆的这个话语权 而且也破坏了你想要去加强的美国的盟友 美国朋友的关系 譬如说你跟欧洲的关系 就可能不会好了 跟日本关系更不用谈 所以拜登上海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痛 但是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这样的一个比辰 大陆自己要认识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对于川普这个人我觉得说 这是上帝送给中国的一个礼物 其实应该珍惜 我谈到这个拜登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我个人觉得蛮有道理的 这篇文章说 你要知道拜登的后面站的是谁 拜登的后面站的就是Hillary 就是希拉里 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老实讲实在是很难讲 我再把话题丢给这个沈老师 你觉得这次的会谈 由谁提出来在夏威夷会谈 这件事情本身重不重要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一定很重要 但它很微妙 但它很微妙 按照外交上的那种表达来说的话 就像那个尼克松 当年第一次来中国大陆这边访问 基辛格跟周恩来措辞 就是到底谁先来 到底谁先想来 是中国大陆想请他来 还是尼克松想来 双方吵了很久 到最后的表达就是 听说尼克松表达过 愿意在什么时候到大陆来访问的愿望 然后中央人民共和国政府 邀请尼克松到什么时候来访问 然后尼克松欣然接受邀请 就是大家比较balance 就比较 没有一方特别迫切的想去建立一方 我觉得其实 就像您说的 其实讨论的两个点 一个点呢 我觉得就大家已经讨论了 就是究竟是谁请谁 那从中方这边发布的消息 应约嘛 那至少有一个约定嘛 就是大家约定好要见面 然后这个约定至于是 谁先提出这个offer 也许不一定很重要 但大家最后是达成了个deal 要见这样一个面 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觉得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他选在台湘山 就是他选在夏威夷 这个点上 你看他不是到美国大陆 不是本土 他也没有到中国 他基本上是中国跟美国中间的一个地方 他差不多太平洋第二岛链中间的那个地方 就放在那儿 悄悄地大家去做一个谈判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就是这是一个 就这点我同意江教授的说法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 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谈的这么一个谈 当然双方认为有必要谈的 这个出发点可能是不太一样 出发点可能是不太一样 对中国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是希望对中美关系 一种更加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管控 对于美国来说 他可能是觉得 他也意识到了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他的核心关切 包括他的再次当选的这样一个核心关切 是不是需要得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一种配合 或者说怎么样确定这个中国大陆 不会用一种他非常不喜欢的方式来做 因为现在很明显 就前两天南娜老说 这个第一阶段协议over 然后到琼斯指数就跌400点 然后川普马上说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指数再上去 就很明显你看得见 就是说这个协议他是很在乎的 他非常在乎这个协议 而且他非常在乎这个协议 以他promise的方式去往下推 因为这个是美国民众能够看得见 摸得着的所谓川普第一任期 交出的一个成绩单 而这个成绩单当中的核心部分 其实说穿了也没有超越传统中美关系 我们讲说中美关系贸易模式 美国叫飞机加大豆 就出现了不balance了 那我去买点什么东西过来 那主要还是农产品类的东西 那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 这个从这个会议的消息上来说 谁提出的就现在并不是双方 有一方面更有求于对方的问题 是双方中方的认识其实很明确 我认为美方的认识也在慢慢明确 就是说你可以搞中国 或者说你拿中国当一张牌来打 或者表达你的某些这种东西 但是你的这种做法 不应该损害中美关系当中的某些方面 就中美关系当中有些东西 不应该成为这种美国国内政治 去玩的东西 这个东西去玩了以后 不管你是哪边 不管你是民主共和两党哪边 不管你是激进还是这个温和 你都伤不起的 你都伤不起的 这个这部分的内容是不能被损害的 这部分内容对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那么我觉得也许后面慢慢会朝向这种 就像刚才接着我说 第二个就是刚才张教授讲到了说 这个蓬佩奥到那边去 到欧洲去立刻把中国这边骂了一顿 从这个骂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点 他的这个话语开始 向比较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流的方向去转移 我说实话 你说对于中国来说 在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流 对中国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害吗 其实说实话是没什么太大影响 就你骂我骂的爽 我不听你就是了 而且你那个说不好听的 啥都没有 就是就是一堆 一堆bubble的东西 对吧 这是 但是呢你看 那值得观察的一个点 就是类似于在华为这样的案例上 在中美之间 涉及到具体的产业和经济方面的 这种高科技的连接上 他在会不会再去碰实质性的东西 还是说他慢慢的就缩回去了 看上去 而且是一种很张扬的方式 缩回去 就看上去他在高调的骂你 但是他的这个重点已经从那个点上开始慢慢慢慢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他不会说转移 你打死他他不说转移 他认为说我在对你不断的攻击 但是他这个点已经慢慢慢慢开始转变 这个点是怎么来的 就像刚才楚教授讲的 中方有非常良好的愿望 但是中方采取了非常断然的措施 就哪些是我的底线 哪些是红线 哪些是我可以忍的 哪些是我不能忍的 而且我不能忍了以后 我会怎么做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可能对你构成什么样的损害 这些东西我觉得慢慢的清晰起来了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特朗普还是很敏锐的 他在这种涉及实力和他自己核心关切的地方 他反应非常快 而且他有一套陈述的标志就是以进为退 就看上去他在继续对你开火 但其实已经悄悄的转移过去了 而且转移的这个角度是非常灵敏的 最后一个就是刚才张教授讲 就是说谁当选 就是可能更加好一点 当然你知道纽约时报最近为了黑他 已经把川建国这个笑话翻译到里面去 说中国 特朗普是中国的人 这个把中国网民欢乐的不行 但是事实上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就是现在不管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你像今天的这两组候选人 川普也好 拜登也好 我认为说实话对中国来说 在就是谁上去之后 对中美关系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种影响很难 或者说越来越距离那种实质性的影响 就变得越来越远 就说川普他可以搞事 就比如说川普他可以搞风搞雨 但是他能不能像他说的 我跟中美之间彻底切断关系 不可能做不到 美国国内会有力量去制约他 就说你不要给我风那么厉害 你给我回来一点 你不可以走到那边去 而且这个东西跟他发现说 我真的如果这么风的话 我关心的核心力 像连任啊 像那些东西啊 我也拿不到 我也拿不到 所以他能够往前走的那个边界是有限的 你至于说拜登回来 会不会让中国讨厌一点 或者说麻烦一点 没错 拜登会回来 他会说我们再修补跟美国的盟国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在这点上 川普的出现是有个很特别的作用的 就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说 你即使这次选上一个拜登 你怎么保证四年或者八年以后 不再出第二个川普 就原先川普这种人 他是不再考虑范围之内的 就是这种情况是impossible 他永远不会出现 只有就是像我们这种批判者说 美国人一旦如何如何 可能会造成什么 没人说不相信 这种人不存在 结果他现在出现了 这就是从零到一 至于后面 这个时候美国人再去修复 就像您刚刚刚刚说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 拜登上去 可能那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拜登可能要 投相当多的精力 去修复美国和盟友的关系 而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 他是没时间来折腾中国 他没有时间来折腾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这样来的话 有一段时期会比较舒服 但是未来中美关系之间 现在我们的利益冲突和做 红线底线矛盾 都很清晰了 都很清晰了 哪些是实体的 哪些是口语的 也很清晰了 慢慢的就会往一种 一种新型的关系方向发展 就是说大家会比较务实 就是有些地方 可以吵得很难看 有些地方该合作的 不管是悄悄的 或者说怎么样 该合作还是会合作 最终我觉得会形成 这样一种新的稳定状态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楚老师 我同意两位教授的一个看法 就是随先提论 不重要 但是如果硬是要做一个缓语打断 我认为我的判断 还是美方主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会议 这种会谈是很突然 突然的会谈 背后必然有一种迫切的动机 那就算谁有更迫切的动机了 我也两点可以支持我的判断 第一个呢 这个地点尽管在谭香山 但谭香山毕竟是美国的 美国到你的国头上的谈判 毕竟是你要请我过去 外交上应该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理由 很强烈 但是它至少可以 这些算一个理由 但是我认为更强烈的一个理由 就是这个透然性和迫切性 那么谁哪一方更迫切呢 因为关于搞坏 因为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了 大家都不怎么迫切了 所以更迫切的还是川普认为这个选情比较高级 那么影响选情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因为选情也是川普的一个 特朗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王牌 就是经济 这个疫情的经济当然有冲击 但也没有想到那么坏 那么大的冲击 这个的确是影响它的选情的 那么如果要保证 美国的经济不是那么坏的话 也比较好的恢复的话 那么中美的地域监造的贸易协议就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特朗普会谈美邦要确认中国是不是真的 还是要继续的旅行这个地域的贸易协议 因为这种旅行对美国很重要 因为大陆也有一种声音 就是说我们的疫情 中纪的经济冲击这么厉害 我们旅行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困难 在这个合同当中 我们有一种叫不可抗力 我们也有理由 我们又不可抗力出现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 有一方面打了真话之类的 那么这个就是美邦肯定是不同意的 这些也通过一些方式美国中国在中国提的一些说法 包括类似抗议的这种说法 就这个我觉得这是美邦肯定是最迫切的一个关注 你要还是完整地履行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所以谈了之后你看特朗普就说 哎呀中国这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是完全无好的 完全无损的 这个很迫切的这样子说 所以我想从这个这样一个动机判断来讲的话 我倒是觉得美国可能是比较主动的跟中国谈 那中国也是欣然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美国搞事搞得比较厉害 美国搞事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行政部门在搞事 一个是在立法系统在搞事 是吧 台北方案是立法系统出来的嘛 也不是完全是川普的这个主意 那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伤害 你再加上这个涉江啊涉港啊 这个这样一个法案的出台 那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一个极大的伤害 那么这个呢中国要直审 要告诉你美国 就像沈耀州都讲的 你究竟要搞到什么程度 是吧 你要是把技术搞下去 技术搞下去 我们已经采取很强硬的手段了 我们没有跟你过多的废话 你香港搞事我做过国安法 你台湾我们现在是明确的 我们就包括 那个这次人大通过没有提合并统议 是吧 这个栗战书在纪念这个反叛列国家法 15周年的会议上明确讲到了 我们是在做这个认真地做这武统的准备 只是说他这话说得很圆满 只要我们的一切可能争取和平 让中国说话的方法大家注意到 这话的前提是我们在认真地准备武统 是吧 这个是我毫无疑问的 没有必要藏着业者的 已经不是猜测的问题 我们是明确的政策宣示了 是不是 这个中国这个我们成为强硬的态度 我错误摆在那里吧 我再问你 你美国想究竟干什么 其实涉疆涉港 那这个美国也玩不出大的民党 美国能玩出大民党就是在台湾 是吧 台湾我们已经采取了这样一个强硬的立场 我能摆出来给你们看看 你美国概念怎么样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这个政策已经稳定的方向 已经稳定了 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迫切的东西 要马上跟美国谈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美方倒是比较主动的提出了这个 当然那它是面 大家都有面子 是吧 都不想说我是主动起出来 但是中国这两个因素来判断的话 我这个判断可能是正确的 好吧 就这么说 是吧 我们没认为美国谈优独播进行的 又是那种 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